第三千三百五十一集 但他时间不够了 他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成长到地上最强 就算有那么一天 一切也早就结束了 元希望着哥哥 探寻地说道 元晨一只手搭在他肩膀上 抓了一把他的头发 下意识地揉了揉 狼一样的目光锁定在了叶小木身上说 看到他这修炼的速度 谁也不敢说这种话 他在破镜就到三流水平了 多么可怕 再加上他身边有那么一群人保护着他 听他的号令 未来他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对手 元希说 哥哥有什么打算 要不要 已经走不到了 他若有什么闪失 大家都会遭殃 元希说 哥哥 听说捉鬼联盟从来不内讧 元希听出的话中有话就问道 你想说什么 叶小木可不是唯一的毛山少主 你又想说苏玉吗 上次你们不是失败了 以前那个办法还是可行的 但是现在不行 因为盗锋回来了 苏秦章这个掌门在盗锋眼中有如草芥 他一定会碰叶少阳那儿的上位 这没有例外 说起这个 元晨有点恨铁不成钢 苏玉如果实力强点 修行态度好一点 还有不少计划可以操作 但就他那样 连自己都看不上 更不要说是盗锋了 元希说 苏玉是个蠢材 他对我们唯一的作用 就是将来霍乱毛山 但毛山上 还有一个人 天才的程度 可不比叶小木差 元晨第一反应 应该就是陈伦仪 但是立刻他就明白了不是他 这个出身低位的家伙 不可能有机会跟叶少阳这个人 真正争什么 所以苏玉说的 就是陈小旭 他那天赋 昨晚你也见到了 千古罕见 绝不在叶小木之下 元晨想了一下 摇着头说 那又怎么样 他虽然是叶少阳低传 但也不是太子 苟不成威胁 元希说 但哥哥你想过没有 如果他是人神官 或者转世灵童 那一定能够压住叶小木一头 就算周葵联盟 想要捧叶小木 到时候 也很容易演变成内斗 茅山传人和转世灵童的那道 元晨沉思了起来说 倘若他不是转世灵童呢 哥哥 工会的话语权 可是在我们这儿 我们说的是 他就是 元晨点了点头 眼睛也越发明亮了起来 仿佛看到了元晨描绘的场景 那一后 这是摧毁一个强大的组织 最好的办法 他转头看着妹妹 嘴角露出了笑容 怪不得你要接近那小子 我看他带头带脑的 必然能被你笼络了 别人说你是喜欢上他了 我是不信的 元晨微微低下了头 眼神中闪过了一丝复杂 说道 他们这么认为是好事 我要的就是所有人都当真 你真的还真 陈小旭不是呆 他是心思通透 只有最真的感情 才能打动的 元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元晨问道 你的长生觉修炼得怎么样了 第七重了 修到第九重 就能晋升造化经济 哥哥可要抓紧了 我听说李慕轩进展那是飞快 还有那几个 也都在努力修炼 元晨点了点头 所以 这里的事要靠你了 若是真有悬促修求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拿到 第二天一早 大家收拾好东西 继续出发 一路翻山御岭 御水大桥 输不出的坎坷 但好在大家都在一起 能够互相照应 另外物资什么的 也准备得足够的充足 路上也不至于太辛苦 在队伍进行的过程当中 大伙也发现了很多 跟在他们队伍后面的法师 有三五成群的 也有单个的 都在距离他们队伍附近的 一两里路的位置 安营扎宅 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的这天傍晚 扎营吃完饭之后 叶小木一行人 特意溜达过去看了一眼 收了一下他们的帐篷 大概有几十个 那说明人数 至少有上百人 还有一些没帐篷 这就用睡袋 露天在地上的 有人的地方就很热闹 在这些帐篷中间的空地上 点燃了一个巨大的货队 很多人在货队边上烧烤 啤酒 高谈阔论 还有人用口音器放着歌 几个年轻人在跳舞 感情是把这次行动 当成了一次狂欢了 他们都是自发来的 名义上奔着悬俗绣 可他们也知道 悬俗绣被他们得到的机会 是极小的 跟中彩票的差不多 所以本质上 这些人都是来凑热闹的 想要一堵悬俗绣球的真言 看看到底最后会落在谁的手里 九天玄女到底是谁 这种感觉就像一群小鱼 组合成群 跟在我们这条大鱼的后面 望着热闹非凡的营地 苏妍忍不住感慨道 他们终有强者吗 叶小木问道 他们倒是中小门派的人自发过来的 平均实力肯定不如咱们这边 不过我相信 还是隐藏了一些强者的 泡面 泡面 我闻到了泡面的味道 这是老痰酸菜面 站在苏妍肩膀上的鸡仔 大声嚷嚷了起来 因为是几个人私下的行动 别人也都不在 于是鸡仔被放出来透气了 他飞到了叶小木的头顶上 不断地捉他的头发 不断地催促他赶紧回去 给自己泡面吃 别捉了 你老是这么捉我 要不了中年 我的头发都秃了 叶小木被他缠得没办法 只好掉头回去了 大伙也都跟着他一起走 对了 咱们的圣人怎么又不见了 一天到晚的消失 他消失才是正常的 他会出现 反而不正常 营地中间 仿佛开了个篝火晚会 大家各自把食物都拿着出来一起吃 一般都带了酒 没有的也都能从一个叫做乔三的家伙那里买到 包括烤肉 这个乔三简直就是个投机分子 用他自己的话说 他对悬俗秀球酒店旋律什么的 一点兴趣都没有 他就是来给大家服务的 因为他雇了八个人 采购了一大堆的腊肉腊肠和白酒 啤酒是没带多少 那东西太重又不经喝 毕竟这长途跋涉 全靠人领 药袋就带最紧俏的 除了食物和白酒 他还带了不少的药片 这样几天下来 他简直发了财了 东西买得一天比一天贵 只此一价 你爱买不买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